那對新北市來講 汐止到台北市任何一端 尤其到文湖縣 這個是動脈 那動脈是最重要的資幹啊 只要幹到絕對一定要做 所以其實我跟柯次郎兩個到現在為止 默契還是非常的十足 所以台北市政府 還是把所有資料送給交通部在審查 那只要審查通過以後 我們一次核定那分批來施作 台北市那一端也許他們有他們的考量 但對新北市這一端來講 該做的絕對不拖延時間 從汐止到台北端 不管是文湖端 或是南港的哪一端 我們一定都會先做 剛剛柯次長有爆料說 你剛才問他說 是不是因為今天6月1號 凱道道士他逃到這裡 哈哈哈哈 因為我看他的樣子 哎呦好像在躲債的樣子 哈哈哈哈 所以 我在開一張玩笑 哎 啊你今天怎麼在一啦 哦 他說這沒了啦 哎呦找不到排好了啦 我說哎呦 我再笑一笑啦 沒事啦 我再開一開他玩笑吧 怎麼看今天6月1號 凱道大集結 好像很多的黨內同志也會去成長 今天看起來 本來不是抑著說 會下大雨嗎 對 看起來 希望不要下大雨吧 大家平平安安 啊 開開心心嘛 那這個最重要啦 了解 市長你會去加油嗎 哎 我今天宜蘭 行政以外 其他行政完全滿黨 非常的忙碌 我一切還是以市政 的工作為最主要的 所要項目啦 所以我希望我把新北市的建設做好 這還是我現在當新北市市長的本蛋 有沒有發現今天好像民進黨的縣市市長 首長都沒有來 包括山交通部長啊 然後基隆市長又有運動會 也就那麼剛好 那我就不知道啦 不過我倒覺得 大家把工作做好 沒有分難率 大家一起合作 尤其北北基陶宜 這大台北生活中心的各縣市所長 更要攜手合作 我一定用開場的心胸 讓別人有更有機會 我們自己才會有機會 尤其像這一次的淡南古道 其實幾乎百分之八十都在新北市 尤其新北市的路徑保存得最完整 所以淡南古道最主要的中心 只有新北市先把北路用手做完成 未來把中路南路再完成 一定變成最漂亮 雖然是四個縣市 但是責任都是在新北市身上 包括那個Local的設計 還是由新北市來指導 我贊念中央地方 其他的四個縣市 大家共同攜手合作 創造我們淡南古道的情感和歷史的記憶 更重要 要國際友誼的步道 也是未來到台灣的朝聖之路 那這個大家一起加油 好 謝謝大家 謝謝